邓小平在文革之后又恢复了集体领导 就是防止个人专断 因为文革的时候至少那些老干部都吃个人专断 吃了很多亏了 大家痛定死痛 然后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邓小平做法 就从华国锋开始 党内斗争不要那么残酷 斗争就打倒就算了 你不要把人往监狱里送 或者给人怎么怎么样 打刀打臭还要踩上一只脚 这些毛泽东时代的做法呢 邓小平自己本人也是痛定死痛 所以他做了这两个重要的改革 如果说这就是民主化的话 我想还不是 这离民主化离得太远 只是党内分权 不要集权 或者用苏联的模式讲 斯大林时代是一个模式 跟毛泽东时代相似 那么邓小平时代呢 就跟赫典晓夫以后的这个时代相似 大家分权 不要个人专断 这样防止伤害到他们个人 但是这种体制呢 说实话 前几年也有很多议论了 就是说这九龙治水 乱七八糟 确实效率也比较低 但是这个不是主要问题 我觉得主要问题 还是个人要专断 至于说搞民主 我想共产党说的民主 是他们之间几个人的民主 小圈子的民主 那个不叫民主 那个民主是两回事 他共产党老爱 毛泽东也说民主作风 这个那个 也说了很多这种话 但是他们的概念 所谓民主 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商量 就算民主了 如果一个人说了算呢 就不民主 其实这民主还不是这么回事 民主是整个社会上 你这个政府 就是这个执政单位 必须是民选的 符合老百姓意愿的 而且老百姓可以撤换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